北约多次公开表示 北约作为区域性联盟的定位没有变化 不寻求地理突破 亚太地区不是北大西洋地理范畴 也不需要建立亚太版北约 但北约却不断强化同亚太国家关系 执着攻进亚太 干预地区事务 调入阵营罪抗 到底抑郁何为 这已经引起国际社会 特别是亚太地区国家的高度警觉 希望有关方面 不要因谋求所谓地缘力 而迫害地区的和平稳定 同时外界也很关注 日本是否真的要充当北约亚太化的急先锋 亚洲是和平稳定的高度 合作发展的热度 不应成为地缘争夺的决斗者 由于近代军国主义侵略那段历史 日本的军事安全动向一直备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关注 我们尊促日方认真汲取历史教训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不要做抛海地区国家间吓唬信任 狠害地区和平稳定的事